看到某寺院里一位出家老法师住在家里 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 佛门比丘奥利多罗 净土住向三秒三菩提 把奥利多罗三秒三菩提这样测开来 似乎感到有一点不如法 老法师曾说这个名词是无上阵阵阵阶的意思 请问这位书法家他就说 奥利是除掉杂草的意思 请问这样解释如法吗 这个除掉杂草是比喻 杂草是什么 杂草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就是烦恼吸气 烦恼吸气除掉了 他就成无上正等正确了 这个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梵文 音译过来的 梵文的本来的意思 不是除掉杂草 它本来的意思 就是无上正等正求 一定要遵守 这个印度文字里的原因 说除掉杂草的时候 那个是隐身的意思 也能够讲得通 杂草就好比 我们的烦恼兮器 但这个不是正确的 不能做正确 可以这么说 但是不可以这么翻法 不可以这么翻 这个 做文章写字是个人的事情 就是个人的 这个领悟的境界不相同 我们不要去管这些 啊 不 不